哈囉大家好 我是嬌嬌嬌亭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我的必勝包 水壺 環保塊是基本的 零食袋 比較特別的是一個這個吧 就是大蒜粉 因為平常在健身 然後吃水煮的時候 通常都會很沒有味道嘛 就有一點點味道 會讓你自己覺得好像有吃東西 這個有點糗 但是這真的很好用 這是冰敷袋 它可以當冰敷也可以熱敷 但我最常拿來用的就是冰敷 這個用處是在 像今天來Vogue拍照 然後最怕的就是會水腫 然後出門大概都要提前兩個小時起床 然後開始敷完面窩頭 開始狂撸你的臉 然後撸完之後還不夠 最重要的是冰敷它 就這樣撐著 然後大概撐個五分鐘 你就會感覺到這兩邊 非常的緊緻 拿下來那天就會很熟 我以前喜歡拳擊 喜歡潛水 都是一些比較動態的 這是我最近新增的一些 一個喜好就是拍照 那我這一拍時呢 先玩的是這個 立刻拍 在今年生日的時候 我要在這邊先感謝我們的 焦先生 謝謝你這麼愛我 送我生日禮物 謝謝謝謝 我會感恩你大概差不多十年 十年後你再送我一台 更貴一點了我可能會再次感恩你 愛你喔好 再來分享一個 可能大家會說為什麼你要帶這個出門 就是這個 有沒有很可愛 這個是飛天小女警的教室 人家的都是收集角色 譬如說花花毛毛泡泡的一些東西 但我收集的是 壞人系列 這個是毛絨怪 很暴躁的一個怪獸 然後呢這個是多金公主 他爸爸很有錢其實還蠻羨慕他的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人物很可愛 他是 呃 飛天小女警裡面的市長 然後就是他最喜歡吃的小黃瓜 首先你高鮮把它都立起來 然後就開始 小女警我來啦 然後還有一個 哈哈市長我要攻擊你 是不是什麼 我要把你的小黃瓜吃掉 臭啊 丟臉喔 但真的很了解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喜歡的東西 請堅持 因為這是人生中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喔還有一個 這是我所有 保我平安的生命租的房子 從我出道到現在 所有我自己就是求的福 跟別人可能家裡人送的平安福什麼的 然後還有一個要特別介紹的就是這個手鐮 你可以把你自己喜歡的味道 噴在上面 然後它就可以維持很久 那沒有工作的時候我就會戴在手上 然後有工作的時候就會讓它跟神明待在一起 像神明香香的 他們可能會心情好一點 會多保護我一點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我一定會戴的東西 最後一項就是 我的化妝包 這個是波比很可愛吧 我是走實用跟評價路線 首先我覺得很可愛很療癒的是美少女系列 這個是護唇膏 這個是刷子 看到這些就是心情好好 我可以再站24個小時 還有很重要的是髮際線粉 我各種顏色都有 就配合各種時期不同的髮色 很多少女有微吐的煩惱 只要像我這樣剪這種空氣瀏海 眉眉頭的 掀她的額頭 你就會發現很恐怖的事實就是 她的髮際線很高 為了美觀點就會拿 她下面就很貼心附了一個這個點 然後就啪啪啪啪啪啪 完美 這是我在開架裡面找到 我用了很多年 這是Maybelline的遮瑕膏 這是為什麼要介紹遮瑕呢 因為我平常出門就是 上防曬 防曬很重要嘛 你上完防曬之後 上遮瑕 先把大致上遮完 就什麼黑眼圈啊 有的沒有的點點 遮掉之後 這裡要先教大家一個秘密步驟 就是我會先上一層蜜粉 再上遮瑕 蜜粉再上遮瑕 不會很乾嗎 告訴你 不會 很好用 所以你一整天都不會掉 我就是Maybelline的這一支 先打底之後 上完蜜粉 再用這個應該是 什麼面具的 之類的 這樣 然後再用她的這個 小刷刷 小刷刷 然後點 然後開始找自己 就是哪裡有需要 仔細遮瑕的地方 這個套組配下來 完之後 人家就會覺得說 你今天好像沒化什麼妝 可是又沒什麼 點點 斑斑點點的 就會看起來 整個人很清爽 還有一個 我覺得很值得介紹 就是修容 鼻子啊 下巴啊 這些就是 以粉刷牆壁的方式 用力給它夢凸 就是這樣刷 那個手法就是這樣刷 懂嗎 就是這兩塊 跟妳可以找尋自己臉部 有凹處的地方 刷下去之後 好 美麗 只能留一個嗎 請問一下 有包括神明在裡面嗎 沒有包括神明嗎 還是有 有是不是 那就 可是小女警我也很想戴 相機我也很想戴 對 那還是神明好了 畢竟 有白有保比 有雜有保比 神明我愛你